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恐怕真的就是在三五十人以内 那这个盘能够算清楚的话呢 就能知道谁有机会当选 谁没机会当选 而且要算清楚 还要真知道每个地方的装脚情况 跟每一个县市的各种蓝绿板块 还有中间选民 可能如何会被动员出来的投票情况 这些都要能回答的巨细迷移 有好跟您作为全台湾的各种选情专家 您可能会告诉我们 为什么侯友宜的票啊 几乎只能到新竹 而新竹以南呢 他的票就越来越难过去 新竹那边啊 人家可是有文化的地方 可是我们总不能说 新竹以南就没有文化了 像苗栗呢 同样是属于客家人 但是呢 就未必侯友宜能够喊得动 那又为什么 同样是闽南人 整个中南部 为什么不支持侯友宜 反而支持多一点 郭台铭呢 这里面的选举文化 跟选举秘密 到底在哪里 请友华哥 跟大家细说分明 友华哥 我们这样子说好了 我们先讲屏东 我们先讲屏东 各位要知道 侯友宜他很少踏足到屏东 现在他屏东 他伟友谢龙介 苏清泉 还有柯志恩 在那边帮他跑 那他主要认为说 他被困在新北 但是事实上 侯友宜应该要趁礼拜六 礼拜天 甚至于星期五晚上 应该就要往中南部跑 可是他长期待在新北 根本不想往中南部跑 所以导致地方派系 对于他很有意见 你再拿高雄来讲 各位要那个知道 高雄如果这次 他要拿两席立委的话 就是说侯友宜 他就必须要挂帅清真 挂帅清真就是高雄跑透透 那这样子 或许他还能够争取 地方派系的认同 那再讲到台南 各位要知道 你台南的问题那么多 侯友宜各位有没有发现 他被开66枪 曾经人叫他负责 可是台南开的88枪 没有人负责 那侯友宜也不到台南 去看88枪 什么样的状况 他并竟担任过警政署长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应该可以发挥火炮力量 去反击 结果他也没反击 那嘉义是他的家乡 那就不用谈了 至于说云林那些 他连去都不去 截至目前为止 据我所知 中张投云林他去都不去 他当然他南投去了 南投去了就是游一个街 他就走 蜻蜓点水他就走 他应该那个时候 就比照赖清德 帮林明珍的话 你就在那边住七个晚上 但是他又不愿意 所以他跟群众 跟国民党 南云群众是若即若离 若即若离 一直到现在 没有办法改善 那你说若离 他有声言过中东景吗 没有嘛 然后像包含 包含新竹市 他有跟新竹市高宏安合作吗 也没有嘛 所以在那个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不知道 侯友宜他脑袋瓜 到底想些什么 还有最重要的 四大公投的时候 你侯友宜的立场那是什么 大家想来想去都是这些问题 所以他导致他在中南部 你不要说中南部 他出了桃园 未必能够看到有票 好啊 友华哥说出了实情 我们这样说好了 侯友宜总之不是个笨蛋 他再怎么样 做过新北市长 跟副市长加起来 13年的时间 这样的人智商不可能有大问题 他还拿过警察大学的博士 这样的人的脑袋呢 也不可能逻辑有问题 那我这样说 他如果从苗栗 台中 彰化 南投 云林 嘉义 台南 高雄 还有屏东 他几乎都不太去沾 当然意味着首先 他没有办法拿出资源 现场发给那些重要的庄角 也不敢有任何承诺 所以他不敢去 再者呢 如果一个要选大位的人 这些地方都不去 显示他无异于真的选大位 所以他会不会是在认真的 只是在配合朱立伦 再演一个另类的双簧 也就是帮朱立伦先挡几个月再说 您认为这个动作 可不可以做以上的解读呢 友华哥 其实朱立伦对何友宜就我所知 已经非常反感 你几次浮选下来 那你看他的态度那是什么 他的态度是浮选的时候 要么你就让我当老大 不然的话你这个党主席 你就给我到那个滚到一边去 那这种态度 他想要当老大 他又控制不了党务系统 所以弄得朱立伦 我跟你讲了 今天呢我可以讲一些内幕了 就是说那我国民党的朋友 那些高层 那我几乎一个礼拜都会跟他们 见个一只面喝一个咖啡 他说朱立伦现在对那个侯友宜 是非常不耐烦 为什么非常不耐烦 好像大家第一个他要劝劲 那第二个各位有没有发现 在选举过程当中 朱立伦三催事情 侯友宜理都不理 甚至于朱立伦要派人 好比说新北市选举 他要派人进驻到侯友宜总部 侯友宜也不答应 那换句话说 他们两个那是什么关系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好 第二个 我知道朱立伦曾经一度希望 侯友宜接党的副主席 侯友宜不干 侯友宜不干叫他参与党务 他不干 他就不干 那他不干四大公投 然后又要辅选 然后要他接党的副主席 叫他参与政务 然后最重要不是选策会 他还炮打朱立伦 说这个选策会应该根本是要撤销 好那这些恩怨只不过旁边有一个民进党 朱立伦忍了下来 那现在看你的民调下来的时候 那你说朱立伦 他这个算盘打得那么紧的人 会不会趁机在打算盘的时候 想想自己的事情 不排除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侯友宜他还要装模作样的话 那就等着朱立伦来收编他 而不是他去压制朱立伦 所以我们现在看 就是朱立伦等着收编侯友宜的态势引经 越来越明显了 感谢友华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惊天大保留 看起来朱立伦真的是内部严重分裂的 谢谢友华哥 谢谢